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如果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们把公 monstr与您的支持 欢迎迎进行社会 那么 προ入ns 欢迎你其实ã hosting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看 важ 가장大的支持 欢迎看 欢迎订阅明镜 personal andshe Tage 肯定哪和城市的支持 Australia 那么现在 给例 comments 是非要更加一些 那大家说也可ogle帮投入共产金 如果你卖投入近十元 嗯? 如同一层ums 但不是什么 但是他不过需要 질문的モデル That they won't put their own 但是他 不会ienne加到你们回到大陆最后呢 上個星期五 就找到另一個證人出來 這個就是被告的弟弟姚偉根 姚偉根就說他有四個被告是他三哥 他說被告和他老婆有一兒一女 兩個人在一間泰和居屋作居所 多年來被告他三哥一直在地盤工作 直到他的嬸和嫂子 2019年去世他就退休 之後他可能覺得無聊 再想找工作做 就問過他弟弟現在上來作弓包圍巾有沒有工作 所以由2021年開始 他們一起在地盤工作 那件案就是發生在2021年 他說被告升格除和 不多說 沒法避棄的 而且很省 又不會買零牌衣物 但是對家人就很慷慨 他說被告以往做過判頭 賺到錢 一百幾十萬積蓄應該有的 又說被告無欠債 他就說被告在2020年開始和溫谷芳拍拖 即是說他和溫谷芳拍拖之後 一年後才找工作 我沒有特別的事情 其後就搬入溫谷芳的單位 因為他有三個阿哥 那些老婆的口中聽聞 他老婆的老婆是不能聽的 應該就是 他三個跟他的老婆說 他老婆就是跟老婆說 唯一是這樣傳 除非溫谷芳 本身就已經有跟其他阿嫂 有來往 我覺得就應該不會輸 他說 溫谷芳沉迷賭博 賭外圍賽事和樂合彩 求助額 成十萬十萬左右 所以他欠了一百萬賭債 被債主上滿追債 這個也是圓滿了 連結了他被告的說法 辯方說 辯方說 當時被告的戶口有定期支出 辯方想引導 他弟弟 證明了 辯方的戶口有定期支出 即支出可能被溫谷芳 他現在一定是說 他很照顧溫谷芳 只不過一時很生氣 所以才會發生這些事 其實我也不明白你打來做什麼 你就算是這樣 就算你說的是事實 那你是不是殺了人呢? 對吧? 你到了這種年紀 你還想打掉他嗎? 即是你經常說 你很照顧他 現在誰住在哪個地方 是啊 我當你真的 那你又裝了好悔 又裝了性 那就自己屌你了 你不要浪費法庭錢 你就去認罪 好了 但是弟弟到了這點就說 我不知道啊 不過 聽聞呢 被告的女兒 真是他的侄女 是因為擔心 他爸爸被人騙了錢 所以看著被告的財政 那我就奇怪了 那是不是應該要傳召被告的女兒上來呢? 你爸爸的錢有沒有被人花光 你有沒有盯著錢 這個就很重要的 好了 另外 亦都傳召了 被告 不是啊 是事主應該 溫谷芳 的前夫 即是大女 賴孟森的老爸 賴雪平 作供 那麼 他說呢 賴雪平就說 他在2007年 跟溫谷芳 在大陸結婚 那現在賴雪平 是不是在香港還是在大陸呢? 那兩個在大陸結婚的人 如果現在兩個都在香港 真的很有趣 就是這樣奇怪 現在香港那些就是靜山 那麼 生了這個大女兒 賴孟森 即是案件裏面的死者 其中一個 他說呢 溫谷芳在2013年 即是6年之後 跟另外一個男人 生了一個小女的時候 他就已經跟溫谷芳分開了 不過沒有正式離婚 真的奇怪 又沒有離婚 又會跟另一個男人 生了另一個女兒 但是 這個X就說 溫谷芳性格有錢 好的 是把嘴巴比較壞 說溫谷芳會罵人 也會拼嘴 他說溫谷芳是有賭錢的 也有去麻雀館 不過不算難賭 他說呢 賭錢的金額也不大 他說呢 他的前妻不會賭到很離譜那種 也不會賭到不理女兒 他認為 溫谷芳是不可能因為賭錢而欠債百萬的 他是一個女人仔 怎麼會打麻雀 借到那麼多錢 這樣說 公道一點 可能他會癒到那條 被告 好像全部打大一點 辯方就問他 那你知不知道溫谷芳有沒有賭碼和樂合彩 這個XX就說 不知 這些是樂學生門來的 但是 他們 你要記住 被告的弟弟就說 他欠人百萬 被人追債 但是在旁邊 屋左右 上個禮拜說過 就沒見過他被人追債 因為他那些樓 如果追債 一定會知道 這個 是很重要的 沒有得不知道 如果他們被追債的話 好了 學者信納公離世 嗯 信納公 其實 過去十年八年 他都非常紅 為什麼呢 他是其中一個 蔡子強也好 他也好 凡有什麼政治的事情 都會講問他 建制那些 就是找宋立功 比較靠近建制的 那宋立功 事實上 那些人 經常說他沒有句黃及藍 比較中立 我也不知道他怎麼算比較中立 你問我 他很明顯是建制的 不過他講得沒有 執行建聯 他們都這麼赤條條的意思 就是建制的 71歲 是早的 為什麼呢 因為 他在這裡說 過去半年 就有了一個血癌 經常在醫院接受治療 這樣說 OK 那你沒辦法 無論你是 什麼的立場 都好 其實 去到 最後 都是走這條路 有多少 夫子的 勉強就算是 其實 其實 我真的覺得沒有什麼必要中立的 我不討厭信立功的 你是 你是那樣的想法 就是那樣的想法 當然 最慘的是 有些人不一定是那樣的想法 不過他 要向權勢低頭 那些人就有什麼事 但如果不是 你要維護建制 那些人就沒有什麼問題 我覺得 你說一個人 真的要中立 很難 老實說 一定有立場 怎麼會沒有立場 我不介意別人有立場 譬如說 因為 你現在 譬如說 對美國民主黨的立場 為甚麼 那麼 那麼 那麼強勢 要討厭他 因為他做的 事情 其實就是一些 那些 獨裁極權 做緊的事情 或者做過的事情 一步一步去 而你們是繼續支持他 那一刻 老實說 我也說了 其實我問心一句 我不是說笑 我也很想 我這樣就贏了 讓那些人知道 那些人知道 那些人沒有見過 那些人沒有那麼近 從近距離看過 那些情況 好了 黃庭芝 九十歲 去徒弟蔣康文在社交媒體上宣佈 上司譚錫永 他原名譚錫永 發號無懼金剛 在多倫多時間 10月26日下午三時 正往生 登解決道 中年九十歲 講一下譚錫永 廣州出生 是廣東南海漢白旗 雙白旗的世家子弟 咦 是滿清人 是八旗子弟 好厲害 工讀化學 做金融 至少收集 琴棋書畫 依卜星相 西派道家諸學 對子庭命理 逆理更加有研究 當時 他叫做生得慈 其實那些八旗子弟入關之後 基本上就是沉迷這些 不務正事 所以大家看得多些 這些青劇都可以看 老實說 給我也是 如果你有權 有勢 有錢 如果你有那麼辛苦 睡到來做什麼 當然想想想 想想想 唱 看戲 好 好了 譚石永 跟過 中州派 近代傳人 劉偉 倉師傅 學習紫微斗數 和原空風水 在香港也成立過紫微斗數學會 其實 在他之前當然有紫微斗數 但在他推廣之前 以我認知 我小時候十幾歲 我真的不知道有紫微斗數 所以說由他 我不能夠引入 將紫微斗數發揚光大 其實你可以這樣說 話說 昨天紫微星人隻馬 見琴高走出來 然後我有些網友問 你知不知道今天 見琴高走出來 我說我知道 我說大紫微星人叫你們 買少許就好了 就是黎菲 為什麼呢 他指明星人說 見琴高走已經決定 將今年的重點來香港 於是我的網友很聰明 每個人都不買 每個人都收到幾千人 又買全餐Q 每個人都收到幾千人 我沒有買 我沒有買 我沒有所謂 因為我都沒有為意 雖然我跟我說 雖然我投注說 很多錢 但我又要買菜 也沒有為意 又拜神 又抹神台 也沒有為意 我買也不會買得多 我買也不會買得多 我也是買一二百塊 拖一下位置 如果我一般的駐馬 我想是人幾千元 那就算了 有時候是這樣的 隔夜在香港曾經做過大熱門 但是沒有什麼消息 你真的有人認識鬼嗎 竟然可以用一個PC 隔夜在大熱門 原來可以用一個PC賣到132元 冷到 你如果買200元的PC 就收到267元 拖一下位置Q 拖一下正Q 20元條 拖一下全餐 一萬元未必可以贏 我猜是六十千元 我猜是OK吧 我沒有計算 好了 但是 基本上他有研究佛學 出了很多書 精通繁文 其實沒有這些人 這個世界上已經沒有這些人 但是他詞名香港 其實都是因為 他在媒體裏面 特別是在明報那裏 寫文章 就是由七八十年代開始 就是在明報的副刊 《恩話題話》那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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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他什麼都寫的 當然他會介紹紫微豆數 佛學命理 但是更加多的是 討論當時流行的事情 今天我看回維基 我會再重新記憶 第一 其實 在明報 我記得 他對當時的政局 《中英聯合聲明》 《中英聯合聲明》 雙方 其實他是有很多評論 當然也是 《明報》作為我們 《當時的知識份子》 報紙 他當然的評論 其實 都是挺香港的 而我最喜歡 因為那時候有一個論爭 我不知道 阿正應該認識誰 有些網友年紀大的人知道 有一個何文匯的博士 在80年代 專講正音 什麼時間 什麼事情都想來搞狗你 這些是何凡凡的 魅力 因為以前我們是說魅力 是說魅力 是魅力 是魅發脹 甚麼 是 之類 是 尺 他指 尖尺 就要到個尖 時間 就要到個尖 時間 就是要到個尖 時間 等等等等 王亭之 就發文屌查他的 他認為 你語言是生動的 是要隨著那個時間 來變化 不需要執著 大約是這樣 好了,那王廷芝當然是去學灌中西,凡生這些人 那你想想,我不要說他發明什麼exo 像,據說 只是他曾經被半島酒店委任為飲食顧問 那你就覺得他應該也是有一手 那為什麼可以這樣呢?適飲適食,發達得早 加上可能他的出生是這樣的八旗子弟 因為在1935年出生,出生後十幾年就解放 出生前當然已經是去國了 但是可能還有些家裡有些世襲的風氣 起碼會吃 正常來說是這樣的環境 然後八九十年代就移民去夏威夷 回來就移民加拿大 其實應該也是一個... 你可以說是騙神騙鬼,你不相信這些事情是可以的 但是最負責的其實就是 剛才我們節目開始的時候 他在一個座談戶裡面透露 就是說 在佔中後,還未到現來19年 就是說 在肥佬黎搞蘋果之前 肥佬黎找過他 說要搞報紙 他拒絕了 為什麼呢? 因為 他說 肥佬黎說他拿到錢了 他說 英國也有錢 美國也有錢 拿到錢 他說首先呢 他要做 要拿公信力 為什麼要找黃庭之呢? 因為他認為黃庭之 如果跟他們寫了社庭 那時候是蘋果出版前的兩年 他們就會很有公信力 拿公信力呢 他們要推動自由民主 我當他沒有加油 沒有添醋 沒有記錯 幾十歲 那你可以想像到 原來黎智英 找他 其實除了他之外 還找了另外幾個 去搞一份報紙 那時候是90年代 頭 可能是92年 因為是 一周刊出版之後 一兩年 搞一份報紙 說得到了美國民主基金 那大家 我不在這裡再說了 美國民主基金是什麼呢? 美國民主基金的支持 可能給了一點錢給他們 歐洲民主基金的支持 可能給了一點錢給他們 因為 美國民主基金 我們看看 一些報道 過去對香港民主派的支持 那個金額 基本上是得淡不少 美國民主基金 主要是來自誰 就是愛好爭的 那兩個人叫什麼名字? 索羅斯 每年是幾條港幣 為什麼 他們基本上是向全世界 所有爭取民主 或者是教學也好 媒體也好 他會有一些幫助 那麼 黎智英 他可能真的有這樣說 但是 對 黎智英 搞的那份報紙 裡面的金額 這個是九牛一毛 現在我聽下去的就是 但是他聽下去 你聯合 然後就拿公信力 去推動民主自由 他說不行了 因為 有立場的 我不做了 因為他認為那個立場是民主自由 那時候還未涉及到 是什麼佔中 因為那個時維是 九一九二年 他一直沒有把這件事說出來 然後 去到 20 20 14年之後 他在一個在談會中說出來 也被有人用了 就是用他這番說話來引證 引證了 原來是一組 英美外國勢力 在九十年來初 包括連結了這個彭定康 為什麼呢 《蘋果日報》 很快就出版到了 很快就成為 這個憲制性報紙 真的有法律效力 可以根據法律廣告 我真的想跟黃老 黃靈芝說 其實香港有很多份報紙 都有這個 就是所謂的憲制性 什麼星島 城報 東方 全部都有的 因為有些報紙 譬如我們說 尋人 或者說 一些廣告公司 我已經有登廣告 那些 你還不能夠在我年輕人 日報道登 原來就說 我已經盡力去登廣告 即是那些 法定性 承認你的 憲制性報紙 其實不是很難的 但是黃靈芝呢 在那個 2001、141年後 就把這番說話說出來 於是很多人 就可以組成了 歐美勢力 付錢 你黎智英 搞一份報紙 就是要策劃2014年的行動 因為他連結 他在說錯 我不知道我沒有聽過 他甚至乎說 交說和 當然他講普通話 他在佔中的時候 這麼多人 廁所誰來的 飯是誰來的 也是講這些 你就明白了 就證明我當時沒有說錯 當然,在那時候他講這些話的時候,很多人就叫王廷芝 證明歐美勢力是不是這樣呢?不僅僅為你們說證明,反而我又想說王廷芝 為什麼你一直來不說,然後在2010年的時候說? 他說他經常回到大陸活動,這個事實上是經常回港學的 一毛錢都沒有賺,我相信他 你幾毛錢都會相信你,一毛錢都沒有賺 但是你回去 講學的時候 或者你講這番說話的時候 是不是你真的相信呢? 如果我們有一個良好願望是他真的相信,他自己也會陷入這些東西 那我就剛才說,你這一代人 有一種思維的限制 你問我 你只想想很簡單 當日 2019年 就是 聚亂的時候 美國領事館都說不要用暴力 2014年的時候也叫你先帶著 要恢復社會秩序,是有的 那為什麼你不叫那些呢? 正於美 好了,那麼王廷芝 為什麼 會這樣呢? 大陸出生 你問我 外國的心 他認為 你為什麼要走下來,你不要說那些呢? 那些是尷尬的,那些是尷尬的 那些是尷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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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現在還不是去到90歲 那所以呢 有時候我也說了 人 未必一定是要老猛了 其實他這幾年呢 有些人因為他這幾年的 表現 就完全否定說是尷尬,但是當年就當他是大師的 那他又覺得沒有需要 但是呢 為什麼呢 他是不是大師,其實不會因為他這幾年 這十年 那些言行而改變 OK 就是如果好像我不認識,我也會怎麼認識的 我怎麼知道你是米大師 但是呢 你說可惜的就是 其實 那時候我們一代 真的有這麼多這些奇人 在一個 自由開放的時候 你想一下 如果不是有一個回歸 沒有需要討論一個 基本法 一個雙查方案的 茶涼蓉 或者叫茶涼蓉 你只是鼎而尖而的香港風雲人物 是不是 是不是 但是我又不會因此而不看金融小說 我又不會的 真的要分得開 這些東西 又或者現在你看回頭 金融原來 其實也不是幾個茶涼蓉 他真的明白 原來就是去到那裡了 原來就是按下梯了 至於你說 金融聽見鄧小平說他老爸被人堵擠了 你又可以要求 我不會用這些判斷 一個人 但是就是 為什麼就是 就是可惜 如果不是有這樣的 變化 我們常常說那句 什麼 大班常常說 什麼什麼 是窮吃奶言 是不窮 根本 香港真的是 真寶來的 但是,你一時窮,你就會有很多想法,大家不要說了,就是那個偶像談的想法 喂,如果,不是這幾年的,就算八九年那一刻,過了都沒有什麼的 他就是那個皇屋一代,那現在他是不是也是,但是那個,在鏗環心目中的份量,就已經是很不同了 我有時候想,如果譚明倫現在突然說,譚明倫過了,我是不是會很開心拍手套 我想我不會,因為我畢竟是從小到大聽他的歌,好像一起成長 但是,你可以想像,如果不是這個時窮這幾年之後,如果阿倫離開,他本來離開 說,你到底跟他現在真的會走那個形勢,我想是兩件事 你只是想想一下早兩天,你真的沒有陰空,你阿B,摸完街再摸 你那些傻子,不要這麼傻子啦,人家七十幾歲 他都沒有撞到一件事,但是我心想說,你七十幾歐還在搞乾兵,你屍然是瘋的嗎 我看到很多人家,我不是想這樣,因為我要播一下BD歌的 我看到很多人家,沒有好精神的,跌一跌,就差很遠了 好,休息一會